许多的公众运输单位都会提醒民众 不要边走路边看手机 不过在阿根廷就有一个通勤族是差点发生意外 在布宜诺斯埃利斯的这一处月台 这一名背着侧背包的通勤族边滑手机边过铁轨 似乎没有意识到旁边有一列火车正在接近 直到火车来到他的眼前 他才下意识的后退 左手差点被车厢擦到 手上的手机也被撞掉了 而他在后退躲避的时候 撞到了栏杆差点跌倒 车站的工作人士赶快上前 查看他有没有受伤 幸好人是平安无事 而这惊险的一幕 也被当成了宣导交通安全的教材 提醒用路人一定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